这段时间天冷 鱼不好掉了 今天去买鱼吃 吃鱼吃太多了 比小孩子吃 坐在那边 那够氧吃 好 可以 够了个过程烧氧吃嘛 拿两个青酸 这个多少下 刚才前腿肉 刚没话的 不要动 十块钱 十块八 好的好的谢谢 这个是乌菜 青草也很好吃 香芹菜 青红辣椒 大葱 搭配来炒猪腰 好的 我们先来做肉饼中 前腿肉切成大块 再剁成肉末 或者直接用绞肉机来搅 剁好的肉加上盐 少许的葱姜水 用干净的手把肉搅拌上进 肉上进再放到中碗里面 放上红枣 生姜 这个是足酸 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的食材 添上清水 蒸锅上汽 盖上盖 用小火炖上一个小时 炖汤的时间我们来做黄骨鱼 烧窝笋 黄骨鱼处理干净 窝笋滚刀切成块 锅中加上色拉油和猪油 煎鱼前呢 我们把油温升高 高油温能迅速让鱼皮定型 这样呢就不容易粘锅 鱼也不容易碎 鱼煎至微焦 再加入葱姜蒜干辣椒 炒出香味 沿着锅边淋入黄酒和生抽 煎出锅边的高温 呛出香味 加入清水 调味放上盐 白糖提鲜 白胡椒粉 倒出上色 沉醋提味 再放上窝笋 盖上盖 小火闷上8分钟 截盖了之后呢 直接盛入锅仔粽 再撒上青红辣椒和蒜苗 一边加热一边吃 特别的舒服 下面来教大家做一个火爆腰花的家常做法 猪腰子对半剖开 去掉腰骚 先斜着45度切 每一刀切至三分之二 不要切断了 再对角切直到三刀一段 切好了之后用清水洗几遍 再用力的挤干水分 配菜准备葱姜蒜 青红辣椒 还有小芹菜 都给它切好 再切上一点泡辣椒 腰花加上盐 拍碎的葱姜 给它捏出葱姜汁 抓拌均匀 剪出葱姜 加入玉米淀粉上姜 再把之前切好的配菜和猪腰放在一起 这道菜一锅出菜 直接在碗里面调味 放上白胡椒粉 鸡精 料酒 生抽 橙醋 百年辣酱 做这道菜需要很多油 加入一半的色拉油 再加入一半的猪油 油温要烧到八成热 油开始冒大烟的时候呢 把所有食材一起倒进去 开大火翻炒 大火呢 快速炒个15秒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种火炮系列的菜啊 如果没有一定的做菜经验 最好不要在家里尝试 还是有危险的 而且油温特别的大 油也会炸的到处都是 炒的过程没有剪辑 就炒这么长时间 可以出锅了 最后呢 做一个清炒乌菜 做法和清炒小白菜一模一样 先猪油爆香蒜子 再下入乌菜翻炒 炒粘了之后 加上盐调味 再炒熟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汤中也炖好了 好了 我们家开饭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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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